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channel 成立這個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謝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個星期日,就跑了11場馬,12點半就開始跑了 記得提早了,另外用在跑道就A跑道 有沒有什麼特別,事項沒什麼,有點多寶 再加上有一場今季最後幾級賽,遮打杯 不過那場遮打杯也不是那麼容易搞 看看到時又會跑成怎樣,那我這次反而覺得有沒有那麼特別 不過說回星期三先,牙街磚三,幼兒市街,都叫做過到一個位置 進不著試舞都沒辦法 但第二關真是美麗攻略大師級那些真是頭痛 另外給長沙漿金光,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賽後解釋 他有說到,因為馬重磅,所以跑得不好 覺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麼關事 還是因為前面放快了,放乾了 因為其實你見用眼光的腳步都比預期厚了少少來追 用眼光更加追得到 因為那天真是很利放,就算放快步速放,前面都不斷 但後面也不是追不到,反而中間,放一根放頭馬後面那一堆馬呢 反而就是最差的位置 因為你要保持快步速之餘,又上不到前面 然後後面那一堆馬又能夠追得到 所以變相,星期三那天都幾嚴重偏差,一定是離放頭 所以變相,有時候賽前這些都猜不到 那我打算加磚三個到,差一點 交給天內驚天這樣刮了 但不要緊,同主那件和某某某某某種 金保能夠去馬?這些 Laborchnitt ze zł Grand 沒緊要,不緊要吧,再努力吧 這個星期要做的場次分別是 第三和第五及第七場 まずナ不同の目標 第一關是11 kans 7個投資的膽度 推上 personal symbolic 在宝区三个阳光传奇 投资又来 还不是大热门 反而金光射是大热门 我觉得很值得玩的 原因就是他最近三场无论是菊草还是田草 田草赢了 前次排外档 两场菊草都还在上名 虽然是经常有些转变 又跑菊草又跑沙田又行 但不要紧 那只马适应得到 跑得到 而且沙田还赢得到马 我觉得今次的当马亦都不是那么差 变上我觉得这只投资有利 以这一组来说近期有成绩交道 又有状态 所以做胆是很合理的 另外你说要阳光传奇就是 这一天马转了去罗富泉 第一局就能够办 然后上一局就回来不一样 只有第九 但是这只马 你看上去其实都应该不是一只五班马 而且你一转马房第一局就能够办 证明这只马对马房的操练 整个运作都很适应得到 变上我觉得这只阳光传奇有21倍 是没有 而今次是要排大外档 但好幸好今次用A跑道 因为A跑道普遍来说 走内难抽好多 不是说一定要有那么大的着数 因为它比较长一点的直路 转弯那个位 容易困塞里面塞车 那变上阳光传奇的达南马反而走外跌 可能有好处都不出奇 那现在有21倍 明天不知撞帽 但我相信都不会热得去变的 所以我觉得阳光传奇有状态有成的话 又交个表现给你看 觉得是挺划算的 那另外就一只落班的德里普区 那是啊 无疑用了王智雲就一定是一个变数 因为你不会知道这个骑士究竟会不会无法碰他 但是他有好处的地方就是他落班还再减10磅 即是等于减了班半马 所以变上 背着125磅 他比投资有利 所以变上德里普区 我觉得挺划算的 因为好老实讲 在四班都是近的马 那落到来五班照度你都有一些好处 但他竟然不是用大师傅来跟你硬齐 还找个10磅王智雲再减多10磅 那他这也是普区 是不是就好像与其那样 这么有好处 能够回到你了 那另外有些什么可以选择呢 其实金光石是否不好呢 不是说不好 但问题是你十四档 你只有一个跑法就是抢前的了 那你抢前 这个跑道是不是真的这么利放头呢 我其实普遍A跑道我觉得对放头马就不太看 那你说天天智库上场其实都想博的啦 不过Founder的第三紧竟然输了啦 但近期的马真的几fit 即是无论是谷操一千 千二 沙田千二 都能够保持到在头四名里面呢 我那只马也相当之fit 那我今次换了人啦 找田坦下去跑 但又抽10磅 而且今天选了A跑道 即是你不是跑A跑道 跑到其他跑道可能都有着数 在A跑道放头真的没什么太大着数 所以就看你会不会选择啦 另外勇猛精灵咯 这只马四岁 他已经减到你 要准备淘汰的分数了嘛 13分了 那你觉得这只马似不似是这么差 那当然 要得的都不是 都不是来到这个moment才得啦 那但是 有赔率被你博的情况下 你就拖一下他咯 那还有有种人你再减7磅 那变上他现在期间108磅是很轻很轻的 那所以勇猛精灵探没有机会 赢我觉得看上去未必 但是你又会不会有机会跑得近啦 那另外其他马就没什么特别啦 状态 至少都差不多 近期成织又比较差的结果 其他那些马都 那另外特攻呢 都想讲一下就是 就算你觉得找报民下去 就是找大师傅报民下去跑都好 这只马我觉得都是一般跌 状态的讲紧 那他下了班 这个是有优势的 但是如果对比低力保区大家都下班 然后一个再减10万的优势 我一定是选一号得力保区 所以变成我就没选特攻 那今场的推介就是 7号投资有你做胆 推一号得力保区 3号阳光传奇的 来到第二关啦 今天第五场 跑这个4班的1200米 今天我选了3号帝豪宝做胆 推一号营造组装 7号尼芝我得 那没错啦 因为正是A跑道 变相我选择这些马 多数都会普遍可能是被动少少的马 首先这只马跑A跑道呢 其实就相当好成绩的 而且A跑道本身就比较利贼的 所以我觉得潘明辉对发挥这只马最好的 因为我觉得前次 即我不讲苏绍辉那一场啦 讲前次报民跑那一场 因为苏绍辉那一场跑变化 我当什么看不到 我嫌他留得猴 他留到包尾那样 虽然14当这局主要留今后 但是其实都可以 以这只马的能力 转回早一点走出来都不怕 但回来最近做一个第五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其实还是有状态 是不错的 而且潘明辉又傻这只马 现在又有陪比较薄 那变相我就选了这只帝豪宝做胆 那营造组装不需要多说啦 我不理他有没有什么 就是健康问题其他carecraft东西 本身这只马就相当之准成 三个第三两个第二全部都是沙田千年卫 上次都拍着你的精算谋略斗到尾了 是不是 所以变相我觉得的而且确不可以忽略的 上次可能用力不少 但是他这次都不是要什么重磅啦 就是什么顶磅啊 1-1-3-3而已 而且我觉得这只马的能力 在四巴绝对是有头马交啦 那这种马真的不是很特别很出色 因为比较多质身马 这些旧马就已经看到 就是你的能力都看过了 知道了是差不多的 所以变相我一年做组装一定会拖的 那另外还有一只就是你知我得 无疑是十四档呢 这一年就是high这只马的了 因为始终三岁 那但是姚本辉初出马 怎样都是要跟的了 那而且有个十四档 姚本辉今个星期日这手马都不是跟你讲笑 星期三终于能够连中 就是中了一辆 赢了两只马啦 那都叫做马房 他的势头好一点 因为早前整个月都出不少马都交不了 那所以变相我觉得 姚本辉今次都可能会继续回去的攻势 那这次你知我得 加上梁家俊骑开这件三彩衣 以前你知我性啊那些 那所以变相我得这只马 就算排十四档 宁愿他排十四档 有些陪伴一下 看这些你知我得 是不是真的能够第一扣就跑得好 那另外你说其他质身马 那法肯像呢 跑了一扣给你看 叫做上个名 然后再跑 立刻不行 有时这些三终马就会有这些情况 即是不稳定的 那所以变相这些反掌 我想再看下先 就等他稳定了下来 万事嵺都不是不好的 前铺都跑得上名的 但是有时这些马房呢 找大师傅呢 不行就是不行 不过当然它有藉口的 如果人都不放手 继续跟你跑的话 可能真的有些 对这只马有些信心 那另外好运宝马呢 抽一档 但是以这只马的跑法 抽一档 我觉得我怕是失车的 那如果不是 正常我都会选的 排中外档 我都觉得值得选 但是排一档 我觉得以这只马的步之跑法 抽一档 我觉得有危机 所以变相我都没选到 另外其他就二话不输 潘顿一二三磅 不过你说是不是真是 叶初航答 潘顿就一定有东西看呢 有时真是 比较假象你啦 都不是每个都跟你去的 但是这只二话不输 我觉得 状态来讲叫普通 但是近期成绩不一样 不过这个马房呢 看近期成绩是没用的 可以长长都不同 今场赢完下场巴尾都可以的 所以变相看你会不会喜欢啦 对的话 就可以要买这只二话不输 那我今场呢 就会用三号帝后步锅做胆 推一号营造组装 今场七号你知我得的 那我来到尾关啦 第七场 那我跑这个四班的千四米啦 那我就要了 四号精算谋略做胆 TOP3号马林 5号满宽啸的 那精算谋略 上场赢完 增情再来啦 那很简单的 你留意前面營造组装 是不是仍然能够keep得到 跑得好的 那这个精算谋略信心更加大 增情这个马房我从来都不怕 而且是赢开的马 不是普通上名增情的马 是赢开的马 我绝对不担心啦 虽然你可以说 上次是不是暂便化地 但是他初出 其实都已经追了第三个给你看 都相当之厉害 我想这三岁马应该还有很多分 在手可以再上 那所以我觉得这四号精算谋略 今次的档位又不差啦 而且就独征 一条比较你 放中间 甚至是后上的赛道 精算谋略就是正正是这一类马啦 所以我觉得这些精算谋略做打都合理 满宽笑无疑是热门 但我觉得是值的 因为始终在这个马房 跑第二扣已经跑第四 跑第三扣已经交代得到 增情上来千世已经交代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只满宽笑绝对是要 上次的档位是差的啦 排十三档留到包尾 那就追不及咯 得个紧颈四咯 这次排好一点的档位 再适应了一场加绑的压力 我觉得这只满宽笑 今场来说 真的有得跟精算谋略斗下的 另外就是马林啦 上次回到来都 赢起上来的姿态都挺吸引 是啊 但是呢 今次的档位就真的相当之差 当然他那组赢 保励心肺健康之声 满宽笑就是那场排外档 紧颈四咯 是不是很厉害 未认证得到 但是本宽笑我仍然相信的话 那我都会相信马林啦 因为上次你赢着他的嘛 但是今次来说 是个档位差一点 13档 好就好在因为A跑道 13档变相的影响 减低了 没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这只马林都值得选的 另外你说有些什么其他马开角一绝呢 其实不是不好 但是我会觉得你上去千六 你一这样缩回来千四 你能不能跟得到呢 还要背着顶磅 背了三五磅 还有这只马 潘顿都跑得的嘛 潘顿都放手 找赛点马来跑的话 可想而知 你都知道哪只会高一点 另外其实大数据第一场跑 有个第七 我都觉得追得几步不错 但是是不是 因为上场是跑变化地有帮助呢 不出奇 不努力 他很变化地 但是可能对手很变化地 搞得有几步追射 其实小持打我都觉得ое level 还有时候我看上去 即马正常长地也暖地也行 1400亿都引证OK 烧得是轻 至少比並督 赛宁 可是来lene棠 抽三档 抽三档你要留后填 費含驴 我不知道他够不 cargo 拿空壮 segundos 其实A跑道来说应该很适合田泰安跑法的 很适合这位骑士跑的 看看到时发挥成怎样 我没有要的 但这只马是fit的 你们喜欢也可以选 合一合行 马就没觉得差不多了 但你说骑士有没有加成呢 可能有些加成 他那天星期三跑的那几场 买一二三四个一只 一二三四个跑多一只回来 他那场涌眼光的指头以为雷神上身 最近说他的动作有几下真的好似 所以变成大文高 虽然他的下串期不是到季尾 但我觉得这个骑士都真的有些功价 不差的 看看沙田赛道是否能复得到 因为始终发挥菊他曾经有试过来帮手试过闸 所以变成沙田真的是第一次了 看看他跑成怎样 还有其他说慈州大兴 是否不好呢 不是不好 跑法上没有优势 在这个赛道 千四不当然了 季初弄两边 五班都已经 上场 格得比较久 三月跑完第一场 一般的 上场的谷草跑回来 有个第五 我觉得 马都开始 那些状态都回来的了 看看有没有一次遇到 遇到形势的赛道 又抽到好档的话 再选择都未遲 成为潮州大兴 另外 醒目涌区 照计也是 这些赛道应该很适合发费 受得当 但如果用赛明啸 我会安心点 康文昇 不是说不好 但因为有时 苏惟炎的马呢 很多都僵口呢 有时真的 好要赛明啸 帮手控制 其他骑士 真是不说那么容易搞得到 另外有一只初出马 沈杂成的 金火满底 一来就跑1400 有难度 如果第1波这样 克服大外当家1400米都搞得到的 那你之后 长跟都不怕 和谷草初出即刻有表现 一样道理 另外 还有文家两只闪耀威龙 落地跑那么多铺 三班跑四场 落来四班 都仍是没有表现交级 我想这只马暂时都没能够 那就是这些时间 那今场我就要了 4号精算魔力做胆 TOT 3号马来 5号 满欢笑的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条片的内容 可以按一按subscribe这个按针 然后可以开起隔壁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们的资讯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交流的话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们见到就会立刻复你 多谢大家